出席109人 赞成59人 反对50人 赞成者多数 本案照案通过 做如下决议 立即停止调账电价 并要求行政院折成相关部会 即刻检讨现行能源政策 并提出因应对策与配套措施 以兼顾人民生计 维持供电稳定 即台电公司之正常营运 本案给你 这也是最好 两件事 的打算 他们决定 最后决定 最终的两 Port 最后决定 最后决定 拍摄 就是比比决定 109人 他决定 他决定 对 他决定 我们决定 看起来 看起来 同行 所以我决定 他们反对 全形 物费 决定 不决定 抗杉磯 要求政府面对 加油 所以你现在是绳上 好 不想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电价 等一下 我们两党可能要来动涨 这个会不会对台电造成蛮大的影响 不好意思 所以现在就先上 会不会担心台电亏损更多 我们电价账就是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在处理 谢谢啊 如果表决通过可能就要要回这些钱 会不会担心台电亏损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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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坏掉 跟供电的系统没有关系 那张善政说能源政策荒腔走板有这件事情吗 桃园的这个事故跟供电完全没关 所以我想大家就事论事 那礼拜一北台湾差一点限电 这个跟限电有关系了吗 就是跟缺电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桃园这个确实是事故的故障 那我说礼拜一傍晚的北台湾差一点限电 这个是因为没有限电 那这个是因为确实地震 让我们很多的机组 有的当天就发生故障 那有的确实是几天之后发生故障 那这个地震造成了这样的故障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料的 所以到底是不是这样能确定不会确定 这是两件事 这是两件事完全没关 所以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错误的能源政策 核三有机会研溢吗 记者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记者不要这样 我要去开会 我现在已经超过时间了好不好 可以的话我一定会跟大家做说明 你不想大家都关心电力政策啊 大家都关心电力政策啊部长 要争执 有水 外行冲内行 等土治国小编治国 经济部不要再像过去交通部 不食人间烟火的部长讲说 要当个聰明的用录人 要全国的 不管是衣介 不管是烘培介 不管是所有的这个商店老板 要当聰明的用录人吗 拿特例当通例 只会一而再再而三被人家打脸 电价调涨是所有民生 大家都看在眼里 并且认为说 如果真的再涨下去的话 万物皆涨 我有薪水不涨 也可能会成为各行各业 承重负担压垮的最后一根道场 但不管怎么样 身为主管机关经济部 绝对不能避重就轻 或是不能轻描淡写 经济部不要在外行冲内行 经济部不要在梗涂治国小编治国 昨天这又是经济部多出来的 本来从700度以下电用电的烘培房 原来根本找不到这家烘培房 所谓的美花烘培房 原来就只是一家门市店 后来经济部在做梗涂 还是不愿意翻页 还是不愿意被打脸了 不肯翻页 还要再讲 开烘培房的师傅 不用半夜烤面包啦 白天烤面包可以省钱 如果说这些师傅都还要你小编来教的话 那这些师傅早就做了 为什么烘培房没有在这些时间去烤面包 你们有没有去想过 不是说今天告诉这些烘培房或说这些师傅 你还不愿意翻页还要讲是说 如果说你九点到五点这个烤面包时间 因为店价比较低 你们那时候烤面包就好了 但是人家作业是这样吗 你们是在外行冲内行吗 我马上跟我地方里面一个开了四家联锁面包店的业者来询问 我就询问说你真实的状况 我赖这张图给他看 我说我请教一下 到底这样子的讲法对不对 你们食物上能不能这样配合 我也想了解啊 是不是你经济部了解了面包店的一个生态之后 你去做这样的一个调长 让面包店可以好好的降低成本 他说不是啊 而且一开始还以为他就说 七点就开始烤面包 还问说这个是可以申请的吗 可以省四万块是可以申请四万块来补助吗 我说不是啊 这个是人家小编做的梗图啊 是告诉你说你挑对时间 烤面包你就可以省钱了 他才讲说 孟凯是怎么可能啊 台湾的面包店一般来讲 都是早上六七点就要开始烤面包了 这无疑是必中就轻的讲法 为什么 烤面包需要时间啊 需要配合国人的消费时间啊 可能早上要买早餐的时间 你难道要人家在来买早餐的时候 你才开始烤吗 你什么时候烤出来出炉 可以给民众来买面包 再者 很多的烘焙同业 有开店的都说已经快要搅到晕倒了 这些年来又是物价调长 又是电费 生意真的很难做 这是业者的心声 所以经济部不要再像过去交通部不食人间烟火的部长讲说要当个聪明的用路人啊 是不是现在经济部要全国的不管是一界不管是烘焙界不管是所有的这个商店老板要当聪明的用电人吗 你们自己挑便宜的时间来用电就好 如果能够做的话早就做了 事实就是有很多的行业 他的生活形态样态 本来就不是他能够控制 或是本来他就有一定的生活形态跟样态 所以经济部这种必重就轻轻描淡写的讲法 只更印证了不食人间烟火不了解百工百业不了解365行的生活形态刻意拿特例当通例特例拿惯例当通例只会一而再再三被人家打脸 所以这是烘焙业我们针对经济部昨天又再出了一个梗图 我想你不愿意翻页我们就继续跟你讨论下去 事实就是烘焙业根本没有办法配合像你们这样讲的 所以要人家当个聪明的用电人 先告诉国人为什么你们非涨价不可 成本控管很难吗 提高发电效率很难吗 公司营运台电先去了解先去做一个彻底的检讨很难吗 什么事情都把成本推给民众推给国人 这就是我们的经济部 这就是我们的台电吗 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 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装好携带 成分天然零添加 无锡药不含重金属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薄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 ac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